第五 星葵 Top 5 比賽的神角 第五 星葵 82%出場率 嘿咯我是尚恩 最近的AIC世界賽 如火如荼的進行中 今天我們帶來五隻 出場率最高的英雄 來自官方的數據 所謂的出場率呢 包含了Ben與Pick 選出來與金融 可以說是非禁必選的前五名 而星葵呢也是當中 唯一的打野 那可以說是比賽中最強的打野吧 好消息呢是星葵不但只比賽很強 排位呢或者我們一般 也有一定的強度 我們來看怎麼玩 在台服呢 星葵經過了多次的削弱 目前官方呢削弱了他的基礎傷害 提高了他的物理加成 那代表呢星葵現在更適合玩攻擊裝 就像我們的這一套 核心魔紋大師死亡詛咒 正在我們一套秒殺了你 奧義的話呢帶擺穿 星葵的技能組呢必定會暴擊 帶物理穿透效益更高 原本呢星葵是裝呢 會更喜歡出斧頭還有鋼槍 改版之後呢更適合出全攻擊 就這一套 基本呢買出了破陣跟全能武器 就可以想秒誰就秒誰 其實呢星葵的傷害還挺高的 就算是前期呢 還有能力秒掉敵方的輔助英雄 更不用送了敵方的後排 這麼高勝率呢 主要是我們的追擊能力太過強勢了 如果啊敵方的後排角呢 在幻線的過程中 被星葵在野外抓到 落單 那基本上是死定的 星葵追擊能力呢 還真的數一數二的強 我們二技能呢就有兩段位移 位移呢可以穿強 刀招呢是無敵是斬殺 也是一段位移 而我們的普攻呢 也會自動的追擊喔 有沒有追到關鍵 幸虧的強勢呢在於我們的高機動性 高爆發 我們可以先手開團 也可以無敵逃出來 技能組很硬 擊飛之後的高爆發 還附帶了斬殺 所以呢對上一般的英雄都沒問題 比較怕的呢阿來阿瑞這種 會限制我們的 再來呢就是有無敵的英雄 還要注意呢如果敵方出潘映 不要被潘映的沉默一套帶走 畢竟呢我們是靠技能吃飯的 第四 弗洛倫 88% 弗洛倫呢是這把單的長青英雄 最強呢是我們的單挑能力 跟持續作戰能力 一般的英雄啊像祖卡 打完一套呢都有空窗 弗洛倫的話呢只要你可以剪得花 就可以一直滑一直滑 滑到底 老實說呢弗洛倫的單挑能力 還有持續作戰能力 還真的有點OP 雖然呢大家可能會說 已經知道弗洛倫該怎麼打了 畢竟呢他已經推出好一段時間 比如要用甲蟲這種高爆發 星葵 契羅 或者呢使用一些限制的英雄 像是阿萊斯特還有艾瑞 可是呢你想一想 要限制他呢要花這麼多的資源 資源是挺重要的唷 如果呢你選出一個弗洛倫 讓對方呢選一大堆的東西來克制你 那你的其他隊友不就可以更好的發揮 那弗洛倫呢還是有些英雄可以克制的 比如高爆發的 秒殺的 強控的 還有像小青這種 只不過呢由於伏洛倫的難度也算高 所以呢一般的玩家可能也不太了解他 所以呢用來打排位 還是有一定的優勢 如果呢你玩卡薩路 能夠迎線的話 可以給敵方造成超級巨大的壓力 那也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還有一個特殊情況喔 就是呢敵方如果選角 沒有特別的針對你 可能呢你是最後一個選出來 敵方喔沒有阿萊阿瑞什麼都沒有 選的都是落石角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大火 特火 弗洛倫呢跟颯枷有點類似 是需要專精度的英雄 需要大量的練習 練習成功之後呢有很大的回報 甚至有一位越南選手曾經說過 請努力練習吧 弗洛倫是一位可以一打五的OP英雄 也有個人見解呢 在目前排位的環境 弗洛倫屬於自信選角 如果呢你是大部分玩家 一般玩家 那你有更好的選擇 如果呢你有信心 你都能夠迎線 那就把弗洛倫 選出來吧 第三 超人 90%出場率 第三名呢來到我們的超人 這版本呢我們也挺喜歡 用他爬分的影響 超人的賣點呢首先 高機動性 我們可以比敵方的打野呢 敵方的輔助 更快要抵達現場去支援 再來呢我們有一定的坦度跟傷害 同時呢我們有很棒的空場 關於空場的部分呢 就是個人而定了 屬於技術角 有一定的難度 但是練起來之後呢 回報非常的高 比賽這麼長時間呢 很容易理解喔 比賽中呢有誰還玩不起超人 順帶一提呢 超人最大的敵人 其實就是你的左手 會不會流手汗 畢竟呢我們需要手指 按著那個搖桿 不要斷 你斷掉的話呢 就會斷掉我們的被動 那樣子就飛不起來 所以呢不守漢的人 有天生的優勢 超人選出來呢 沒有天生的顆星 而且甚至可以抽位走凱撒路 在好幾個版本前呢 甚至兩三年前 越南選手呢就很愛選超人 玩的是輔助位 專精亂敵方的打野 從頭亂到尾 就一直去亂敵方的打野 當然呢超人玩法 有很多你可以很有創意 畢竟呢我們很坦 可以看視野 可以當優惡去勾引人 有什麼狀況呢 我們的二技能還可以充當清醒使用 粉絲召喚師技能呢 也可以帶清醒 或者也可以帶瞬移 基本上呢出了全坦裝 我們就有傷害 超人特性呢是生命值越高 傷害也就越高 當然我們最大價值呢 還是在我們的推 尤其是呢 如果可以把敵方推到我們隊友那 那就大轉特轉 過程中啊我們的技能隊友大範圍的擊退 擊飛 可以中斷敵方的法師跟射手的輸出 本身是一個價值很大的英雄 第二 蘇 95%出場率 已經接近完全的非BAN必選 Stony也是我們喜歡玩的英雄 主要呢是我們的100%穿透 如果你不知道呢 蘇爆和我們的被動 只要玩的是天叢雲 我們的物理穿透就是百分之百 每一槍都是真傷的感覺 同時呢本身呢還有一定的機動性 跑得快 有位移 一技能的看視野 也有很大的戰略價值 基本上呢選出蘇 誰都不怕 沒有被特定哪一位英雄克制 除非敵方的輔助 一直黏著你來二打一 再來呢蘇本身也是前期的霸主 如果說蘇最大的敵人呢 那是如果你的二技能 都射不中 當然相信呢 能夠上場比賽的選手 應該不會有這個問題 一般玩家蘇呢 最重要的就是 要知道什麼時候該瞄準 什麼時候該普攻 最簡單的觀念呢 開戰之前 利用我們的瞄準來消耗 或者打團之後 利用我們的瞄準來收割 而當中呢蘇也很常被隊友嫌棄 那是因為呢 大家團戰打了水勝火了 你卻在旁邊瞄準 秒半天還是射不中的話 那就有點太尷尬 玩好蘇呢還記得 要懂得什麼時候該瞄準 什麼時候該普攻 還有呢就是要熟悉 我們二技能的後搖 要知道呢我們剛開完二技能 有短時間是不能移動的 這時候只能夠開大招 或者使用瞬移 總的來說呢蘇是一隻非常萬用的英雄 不只在比賽 就算在排位賽也是如此 好關於 芽芽 百分之百 非ban必選 芽芽在比賽中呢還真的非常的誇張 幾乎每一場都會被ban 只要選出來呢就是贏 在一般的排位呢 芽芽沒那麼恐怖 主要是因為呢她外表長得太可愛 可能會吸引一些新手 萌新朋友來玩 只不過呢在競爭更激烈的高端局 芽芽上線呢可是非常的高 一般來說啊如果敵方有 納克羅斯 弗洛倫或者艾里這一種 就算他們再會玩呢 也有辦法可以克制她 可是呢很會玩的芽芽 是無法克制的 不管你有什麼招呢 她都可以把你辦成小動物 小松鼠 再來呢傷害很高有護盾 速度還比你快 還有緩速 代表呢你要打打不過 要跑也跑不掉 芽芽配上像塔拉這種呢有夠無恥 除了芽芽之外呢 還有最近 大家開發出一些新的英雄 像是 亥犽 還有靈蒂 搭配芽芽呢也是很無敵 不知道大家呢還有沒有遇過 哪一位英雄 跟芽芽搭配有超強的組合 歡迎在留言一起討論 芽芽呢可以走輔助 也可以走中路 走中路的話呢建議搭配 像是塔拉還是阿蜜莉這一種 本身呢就有很強的續戰力 有一定的坦度 有機動性 還有傷害 芽芽呢看似打醬油 可是會玩的玩家呢 還懂得什麼時候該下車 什麼時候該看視野 大招實際開得好呢 還可以直接打贏團戰 在直接賽呢 百分之百的出場率 而且呢幾乎都坐在便衛的寶座 也注意這名英雅搖的強度 以上呢是我們帶來Top5 來自官方的數據 那影片就到這了 感謝你收看 喜歡記得按讚訂閱打開鈴鐺 那我是尚恩 我們下次見 掰掰